上节课中呢 我们实际的去请求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云函数方法 类似于这种的请求呢 在我们的项目开发中 其实很多的 还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UnityR Request 我们的一个网络请求 但是我们如果每去掉一个接口 或者说是我们在上面的 每去掉一个云函数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去写这么一大串的一个代码 对我们的代码维护来说呢 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代码维护的 那么我们有什么方式 可以直接去处理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或者我们的一个网络请求呢 我们只需要关注我们成功的一个返回 而我们的一个失败的返回呢 我们统一的去处理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错误呢 去交给我们的一个酷 去统一的去处理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去实现一个类似功能的 一个小工具类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地方 去维护我们所有云函数 包括一些我们的传餐入餐之类的 那么我们就来实现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Common里边 我们去新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一个目录 目录呢 我们叫API 这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放的是我们所有的一个云函数 我们调取云函数的一个方法 API里面呢 我们去给它新建一个GS文件 我们叫index 就用我们当前的一个 getLabel的云函数 拿它举个例子 我们如何去封装好一个之后 我们直接去调用 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呢 可能我们需要的是 this.dollarapi 然后点 然后是我们的云函数名字 我们getLabel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去给它传一个参数 最后它去给我们返回一个成功信息 我们通过这么一种方式 去调用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这样的话 它就会比我们下面这种方式 我们就会直观很多 那么我们就来去把它实现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index里面 我们先去申明一个常量 我们就叫getLabel 我们等于个什么呢 我们等于一个 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 其实呢 封装的就是我们 的这块内容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面 然后getLabel呢 会给我们传一个参数进来 这个参数呢 其实就是我们云函数里面 data这个内容 那么写完之后呢 我们希望是通过一个.zen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的promise 我们去调用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申明一个promise 我们new一个promise 那promise里面呢 给我们传了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呢 是v solve 然后呢 一个reject 然后把我们的内容 我们放到这里面 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还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当我们的云函数 请求成功之后呢 还就是进入到我们.zen的时候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写个判断 res.code code是我们从银行数返回的 如果我们等于200的时候 我们去给它返回到我们的调用页面 那返回成功呢 我们使用result 然后给它把我们的res.result 那如果不是200的情况下呢 我们else 我们就reject 然后把我们的信息 同样去返回我们的一个调用页面 这里面呢 最后就是我们执行的是一个.zen 如果说不是200的话 我们是在catch里面去执行的 同样的 在我们的云函数请求失败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catch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让它reject一下 把我们的错误拿到这里面了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封装 然后我们怎么去用呢 需要把我们的一个get label 然后我们export default 我们把它导出 导出之后呢 在我们的min.gs里面 我们去import一下 import谁呢 我们import API API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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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一个. 杠 API 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它绑定到我们的VUE实例上 VUE.portotype .dollar 一个API 然后等于我们的这个API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了 然后这里呢给我们报了一个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写错了没有S 我们再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调用 先把我们的这段代码先给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把 z4.dollarAPI 然后我们先打印一下 看能不能打印出我们的正常内容 回到我们的H5 那可以看到呢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get label 那正好就是我们的内容嘛 我们就 z4.dollarAPI .get label 然后呢我们点赞 点赞呢给我们返回一个res 这里面我们要传入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容传入 内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get label 然后再把我们的一个输出我们打印一下 看这样能不能正常的去打印我们的一个返回结果 回到我们的浏览器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看到我们的返回结果打印成功了 但是是一个错误的啊 是在我们的一个reject里面去返回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 我们不是rescode 我们是res.rescode 这样的话就对了 刷新一下可以看到啊 我们就成功的返回了我们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再把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内容啊 我们给它复制过来 我们现在啊就不是result 我们就是data 把它去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返回成功 那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内容已经正常的去渲染了 再回到我们的代码 其实我们像这样写其实还是很麻烦的啊 我每次如果说我们再去新加一个cost get list 我们去获取一个list 那是不是我们还要这样写 然后我们在这里啊 get list 那如果我们有好多好多 我们这里就会去写好多函数 那是不是很麻烦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希望把这些内容呢把它拆开 现在在我们的API里面再去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js文件 我们叫list 这里面呢放一些我们所有跟列表有关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呢 我们给它复制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get label给它剪切出来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直接呢就在这里去给它导出 把我们当前的这个函数呢 去给它导出一下 导出完了之后呢 需要在index里面 我们去给它引用一下 我们是import get label from from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还是正常的 我们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呢 还是正常渲染的 说明我们这么些也是没错的 现在的话就会把我们所有的API呢 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类 所有跟我们文章相关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全部写在这里 那同样的啊 我们可以去export cost get list 等于一个什么呢 也是return一个premise 我们把这些内容给它复制下来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get list的这个隐称数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暂时先给它干掉 那么我们直接在这里呢 resolve的时候 我们直接给它返回一个 data data 是什么呢 是一个字符串吧 字符串 请求成功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get list 我们给它去导出一下 在这里 再写get list 然后呢 这里我们同样给它去补上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这里 去 z4. $API. get list 然后点赠 我们实际上去输出一下这个res 看对不对 那给我们返回 data等于请求成功 说明我们的返回也是正常的 回到我们的list 你看到我们每次都会return一个newpremise 那如果还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云含数 或者很多的请求 那我们同样是会写很多的内容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 这里去统一的去做处理呢 因为它的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肯定是可以去处理的嘛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去给它新建一个 http 这里面去封装我们的一个网络请求 那么怎么写呢 我们report report的一个default是一个function function呢 我们叫$http 然后呢 我们返回一个options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 会给我们导出一个http的方法 http呢 我们同样需要让它return一个 return一个什么呢 我们把这块的内容 我们给它复制过来 return一个premise 希望我们的options里面 我们需要给它接收两个参数 我们一个参数叫url 那么我们一个参数是data url是啥 url就是我们传进来的云函数的名字 那么我们把它就复制在这里 data呢我们就保持不变 下面呢需要在我们的list中 去import import我们的一个$http from from来自哪呢 是点点钢 我们的一个htp gis 这个时候我们在return 我们就不是return newpremise了 是return我们的http 然后呢 接收一个参数 参数呢 我们首先有一个url url就是我们的一个get getlabel 然后呢 会去给它返回一个data的一个参数 下面我们先给它删掉 不要 这样是不是我们写起来就简单很多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把我们的getlist删掉了 所以这里汇报错 然后同样的呢 我们这里也给它删掉 同样的我们的数据也是可以请求成功的 说明我们这么写也是正确的 那现在啊 我们统一封装一个网络请求 或者说是一个云汉数的请求 然后呢 在我们的list里面 我们实际的去调用 去调用的我们刚才封装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给它传入一个url 然后传入一个data 这个data呢 是从我们客户端传进来的 然后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去维护我们的一个 云汉数的名字 那么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去写很多了 我们可以写很多的请求 这样写的我们也是比较好维护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说在这里 去给它请求一个getlist 如果我们这样去写多个的话 那我们index里面 同样的还要去维护啊 每次去改一个API里面某一个 那么后面呢 不管是新增还是删除 同样的我们index里面 我们也同样去进行一个import的增加 然后导出呢 我们也要增加一个减少呢 同样我们也要去给它进行一个减少 这样写起来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那么我们有什么快捷的方式呢 使用一个批量 批量导出文件 那么我们怎么写呢 首先呢 知道require呢 有context的一个方法 我们先声明一个require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require.context 这里面呢 就要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API目录的相对路径 那么相对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点嘛 然后我们传入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 是否查询子目录 那么我们就写一个force就行 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查询文件的一个后缀 那么我们使用一个正则 我们去匹配一下 我们只匹配.js的文件 这里的force 不是字符串格式的 现在肯定会给我们报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说this.$API.getLabel 是一个不存在的 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声明嘛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去把它先注释掉 我们下面的内容就可以删掉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输出一下this.$API 然后回到我们的index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require API 它有一个case 我们也同样输出一下保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case呢 给我们输出一个.index.js和一个list.js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去做一个循环 m.forEach forEach呢 接受一个k 我们接受一个索引 然后我们来输出一下我们的k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k输出来是index和一个list.js 那么我们现在不需要index.js index.js index.js是我们的一个输出的目录嘛 所以我们不需要引入index 那么我们就把index给它排除掉 如果k等等于 那么.index.js 那么.index.js 那么我们就让它return 同样我们再来输出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index去排除了 只打出一个.list.js 那么现在啊 在这里我们声明一个modium 一个空对象 那么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呢 我们object.js 我们去做一个对象合并 对象合并呢 把我们的一个空对象放在第一位 我们要把它合并到里面 合并谁呢 合并我们的require.app 然后给它传入一个k 把我们的k给它传入进去 然后我们再输出一下 看我们的modium是什么内容 现在呢我们就正常拿到了 需要导出的一个格式 这不就是我们modium的一个格式吗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去 export default 然后把我们的modium给它导入 导出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自动导出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来实验一下 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API给它放开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可以正常的看到内容呢 已经正常渲染 说明我们的内容已经OK了 那么以后每次去新增我们的云函数 或者说是我们在使用网络请求去封装API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直接在list里面 直接去增加一个对应的一个云函数 我们就可以去正常的调用 我们只需要维护我们每个文件里面的输出就可以 那么其他文件我们不需要去关注的 index 会给我们完成一个自动导出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在min.js呢 把API去给它绑定到我们VUE实例的Prototype上面 然后再去我们的每一个页面调用 这就是一个请求的简单封装